这大哥考虑问题真全面真长久 相信就把百年之后的是想到了 这也是许多老年人的正常思维 毕竟人无远率必有金优嘛 所以为避免百年之后的财产纠纷 再婚搭伙不登记的有之 签订财产继承合同的有之 但是牵扯到死后三更浪费的还是第一位 这位大哥可真不简单 丧偶的赵大哥忍受着丧膝之痛 独居多年受尽了孤独的折磨 年龄越大越想有个人陪伴 找老伴最好是身体好 会过日子年龄小的 红娘及赵大哥所及 经过数据库比对之后 与之佩脸的大姐就是下面这位 同样是丧偶失去爱人的谢大姐 深知若单的痛苦与孤独 三个女儿成家之后 非常盼望有个知心的爱人陪伴生活 大姐希望有个脾气好物 不良嗜好 能相互扶持陪伴的老伴 大哥想找个身体好 会过日子 看着顺眼的伴侣 红娘的业务水平和配对能力 确实不一般 把这两人就合在一起 碰出火花那才叫怪呢 谢大姐进门之后 红娘简单的一介绍 赵大哥正在犹犹豫豫不好下手之际 红娘的提醒给了她主动激活的机会 大姐61大哥69 双手一握好像回到189 红娘一看这两人入戏挺快 拉开画家的向大姐介绍大哥家里的情况 谢大姐家里这一转 对赵大哥的好感分支蹭蹭往上窜 家庭力做人更好 这演员也有了家也看好了 谢大姐对赵大哥是满意了 可是那边的赵大哥一直没啥反应 可千万别又落在了 相亲界剃头挑个一头热的咒舞上 就在大家疑惑之际 赵大哥那边终于开口了 这话说的69岁比61岁才大8岁 老年人相亲年龄相差8岁确实不大 可是赵大哥有意用怪怪的口吻说 年龄大多了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赵大哥再次发话 问了大姐身高1米63 赵大哥顺口就来了个1米64 这个就太意外了 红娘都不相信是真的 让两人站到一起 这一笔才知道 赵大哥1米7左右的个子是有的 那么他为什么故意把自己缩米成寸 说成是三寸丁呢 众人又是丈二合着摸不着头脑 只听那边的赵大哥又开口了 因为手十六年了 有这个 白镇峰我手你看的吗 我这不怕人 没有 那那头 哪疼什么都不得 哪疼真的不好看 什么都可疼 赵大哥患上了白镇峰 不仅不好看还可疹 可是从头到尾 他这一套话说起来 把大家整得云里屋里 先说年龄差很多 再说身高差很少 现在又说 我有白镇峰 又难看又可疹 这自我埋态三不许下来 谢大姐意志坚定 丝毫没放在心上 赵大哥自觉没却 还是把红娘拉到一边说了实话 我不喜欢她 好歹赵大哥同意唠唠再说 这让红娘松了一口气 可是接下来谈话的主题 触碰到了那条一弹 就翻脸的高压线 那么这两个人谈起来 有没有翻脸呢 没有单位 没有 农村户口 你有没有医保 医保都有 能喝啥 能喝一半一半 百分之六十 啥都没事 他有多少多 你也能养活了 能能能 赵大哥不嫌弃 谢大姐养老金少 他有能力解决将来的生活问题 赵大哥经过前面三番五次的试探 认定了谢大姐 是个能和他相依相伴 过日子的人 红娘也觉得 这两人相亲步入正轨 这个月的奖金又快到手了 谁曾想在这个结果眼上 赵大哥又一次的给大家带来惊喜 说实话 这不是惊喜 而是惊吓 是人家的情况 我不想奖金 也许正义保 跟你说实话 差差差 这部有一部分加算 还有死了以后 有一个丧葬费 丧葬费给二十多个月 什么样 相亲就谈丧葬费 赵大哥你也太操之过急了 眼前相亲的事情都没处理好 就已经考虑身后知识了 再说丧葬费就是丧葬之费用 不是给老伴来继承的 能把你安顿入土为安置识 这笔钱也就花的差不多了 可是不登记是谢大集所不能接受的 一时不登记 我也不愿意接受 我不是像人说 过个三年两年的就拉倒了 那么样 感觉叫孩子都笑话 邻居朋友都笑话 真正在一起过了就应该登记 谢大姐的要求不过分 有朋友说在一起不登记就是耍了个啥 可是赵大哥看在家产的份上 一直没有应口 这让谢大姐着实的着急了 谢大姐怕的也是很多老年人在会面临的问题 今天好就在一起 明天不好就碾人 如果办理了登记手续 用法律的手段迂数双方 避免任何一方的肆意妄为和不负责任 再说谢大姐要求登记 并非是为了钱财 谢大姐要的安全感 是婚姻的稳定 这和有的大姐要的经济保障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赵大哥那边还是样样的堂塞 红娘一看着急了 该加油的时候就加油 该拱火的时候还要拱火 谢大姐的一番话 让赵大哥感动一场 董道理明是非心理善良的谢大姐 不就是他想要的老万吗 谢大姐披荆斩几条 华车连过三关 不怕年龄大 不怕个子小 更不怕白电风 又不是张口要钱的钱串子 赵大哥不由感慨 我找的就是这样的 他对谢大姐的好感度充盈晚蓬 最满意你的啥 这一点的 我不太亏待你的 咱俩去出道会点 出好了 到位的话 什么你的 我就咱俩的了 生的钱 将来给最后那个人留的 登记也是三年以后 或者是打出好了以后 那就等那可以 谢大姐是冲着人来的 为的是找老伴 不是为了钱 赵大哥对他非常满意 这样一来将来出好了 登记也就顺理成章 不是问题了 赵大哥的心结打开了 说话 老客就更关心谢大姐了 赵大哥知道 谢大姐靠注射 胰岛素维持血糖 发出了一声哀鸣 她是在为谢大姐得了糖尿病怜惜 还是在叹息自己倒霉 或者是在为谢大姐的美中不足感到惋惜呢 已经是无人知晓 但在当时谢大姐听了之后 急忙解释注射胰岛素并非代表糖尿病的严重程度 得了糖尿病 注射胰岛素四五年了 如果控制的好 完全可以以糖尿的身份继续生存 完全可以长命百岁 红娘见到赵大哥一人不悦的神情 立即搅动那条三寸不烂之香蛇 蛇栈莲花 道理是这个道理谁都明白 谁也不能保证今天健康明天没病 但是谁会喜欢挑选一个当下就有病的呢 可是赵大哥在谢大姐的诱惑和红娘的蛊惑 双重煽动之下 还是认可了这两个女人的威力 谢大姐愿意减肥的态度 就是主动往健康的路上去走 向着赵大哥所说的十全十美去努力 尽管谁都知道这个目标只能是棒扬心探 但毕竟有了努力的方向 更是两人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的方向 可是现在的两人已经等不及了 开始无情的狂撒狗粮 美女你好 男神你好 男神 美女和男神 美女配男神 神话中的绝备 此时小编的耳边仿佛响起了一首歌 人世间的美好魏力不会出现神话 愿大哥大姐这个神仙 倦旅健康长寿 祝老年人老有所爱 好了谢谢您的观看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发表道歉 那我我是这么想的呀 如果咱俩要是真是成了 在一起过了 我的工资那这块呢 我不想往处拿 我的钱我不可能还 为啥呢大家 家寒家寒穿一吃饭 他非常自私 你知不知道他不被人家考虑考虑 没房子我都接受 你上网了中间 你说你还攀我 你说你还攀我那点工资 你住房子一月还得多钱呢 相亲现场 大妈非常气愤 无妨大爷不光要住自己的房子 还想要花自己的退休金 大妈态度十分坚决 别想打自己退休金的主意 那相亲大爷会做何反应呢 今天的相亲 今天的相亲可谓爆点十足 各位老铁别着急划走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相亲 你还好看 来穿个大旗袜啊 今天来相亲的女主角 名叫王树霞 65岁了 离异状态 退休工资1500块 大妈住房只有35平米 因为自己家特别小 大妈觉得录节目非常不方便 于是跟红娘约在了附近的公园 跟我们约在公园见面呀 因为我家那个地方特窄 那屋里头不能录 大妈是吉林农安人 20岁的时候 大妈离开了吉林 嫁到了黑龙江 本以为自己是嫁给了爱情 没想到嫁给前夫后 一天好日子没过上 前夫家里穷的连饭都吃不起 那吃饭的话 说实在那大饼都吃不上溜 那那那抗席都买不起 就那样事 那席子都是坏个大货牙 都没钱买 没钱没钱买 那样事可老困难了 那这要说困难吧 都困难 但是好像我家最困难 就用他了 就因为前夫好吃懒做 大妈家是父亲 数一数二的贫困户 可大妈并没有放弃前夫 努力打工赚钱养家 就对付油碗包面粥喝 油小码架子我就知足了 就是没有 一点干劲都没有 我干活 我干活我恨在 我过日子我也恨家不起 自己重点模拟断了什么的了 这个都我领的我张了 领的我张了我张 就这样过了20年 此时的大妈已经40岁了 看着丝毫没有长进的前夫 大妈受不了了 提出了离婚 离婚后 大妈带着儿子离开了家 少了一张吃饭的嘴 说实话 大妈感觉整个人都解放了 这些年 大妈赚钱买了房 给儿子结了婚 还给自己买的老保与医保 如今孩子结婚后 很少回家 大妈觉得这样过日子 有些孤独 于是便想着 再找个老伴过日子 那么大妈想找什么样的老伴 大妈找什么样的老伴 我身高不平我矮 工资最低的3000元以上的 身体好身心健康 了解了大妈的要求以后 红娘从资格库给大妈 匹配到了一位72岁的杨大 杨大爷退休金3300块 租房租 大哥你多大岁数了 72了 72了 你还打篮球呢 挺厉害呀 原来我得单位 得部队 得学校 打篮球 杨大爷以前当国兵 在学校的时候 在学校的时候 也是个篮球爱好者 这些年除了打篮球运动外 大爷保持着很多好习惯 比如说吃饭七分饱 不抽烟不喝酒 让这身体不发泡 他就没有三个奥 现在我吃饭 基本上都在七分饱 再好的每餐都不超过八分饱 超过八分饱 一个是保持你的体型 再来保持你的健康 再说我呢 还不吸烟 不喝酒 大哥身体十分健康 远看都看不出老头 有七十多岁 如此优秀的大哥 大哥 为啥还在租房住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咱俩要是真说成了 在一起过了 我的工资这块呢 我不想忘了拿 我的钱我不可能花 那是 家寒家寒专业出发 他非常支持 你知不知道 他不给人家考虑考虑 没房子我都接受 你那上网那路 你说你还攀我那点工资 你存房子一月还得多少钱呢 一月还得多少钱呢 大妈乡亲遇上无房大人 究竟会展开怎样的故事呢 杨大现在居住的房子 并不是普通的房子 而是租了一个车户 面积不足20平米 说起来 大爷年纪都这么大了 怎么能没有自己的房子 还能租房住呢 别人能挣钱 别人能干 我也不差 回到德辉 他们说这个 他们说这个煤就还行 我一开始就整整煤 整整煤就赔 原来 大爷一直都在想尽办法 想多赚点钱 结果大爷没有做生意的天赋 所有钱都赔了进去 最后大爷非常赔 最后大爷非常不甘心 借钱都要做生意 不出意外的 进来的钱也都赔了进去 不得已 大爷把所有东西都卖了 直到18年的时候 大爷才终于把所有饥荒还清 但是实在没钱买房了 所以现在沦落到租房 大爷现在也老实了 只想安稳地度过剩下的日子 那么现在杨大爷 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呢 那身体得健康 再一个你得善解人意 再另一个就是得有演员 想寻求一个 我看那有的 有的 女士有住房 能接纳 了解到大爷的择偶要求 红阳觉得大妈 所有的条件都符合 于是便带着大爷来 跟大妈见面 不得不说 大爷的外表非常帅气 两人刚一见面 大爷就主动跟大妈 就主动跟大妈 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就主动跟大妈 我是大妹出身 我在东北到地方 就是在司机这项工作 就是在开车 我们转业转业到 黑龙江生产建制兵团 我为祖国奉献力量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就是全心全心全意的找老伴 为啥说全心全意找老伴 这是我的余热要发挥出来 比如说女同志 岁月大了 各方面都有些困难 有些工作都不能干 哪怕就是晚上睡觉都害怕 我这个比较身材魁梧 啥都没有的老头 帮他做个伴 死你也放心 这么一番介绍 大妈对眼前的男人非常有好感 幽默风趣 以前还是个兵哥哥 接下来 大爷跟大妈介绍起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唱歌了 大爷这话 当好和大妈对撇子 你爱唱 我爱听 你就说我们两个合适不 听到大妈爱听歌 大爷当场就给大妈来了一首 一首 五四里将来 长要长 一首歌带动现场气氛 大妈平常爱跳跳舞 她想和大爷现场跳上一段 虽说跳舞过程中 大妈被大爷踩了几久 但这段舞让两人关系拉近了不少 啥都过关了 那咱得坐下来 唠唠两人的经济情况等等 刚一坐下 大爷首先说起了自己的不知之处 我没有固定住所 我工资也不算高 住房子 没有房子也行 但是我那房子特别小 我得告诉你 是三家一个门的呀 厨房 厕所 跟那个洗澡间都是公用的 都是公用的 大妈表示可以去自己家里住 但是房子并没有那么好 小不说 厕所是公用的 只要大爷不嫌弃 那就没问题 大爷一听 心宽不怕房屋窄 大妈能 大妈能收留自己 她很知足 无妨大爷来相信 除了没有房 大爷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大妈也主动说出了自己的缺点 我脾气吧 我有点 脾气吧 我有点急 我有点脾气 我有点直 直爽 有啥说啥 说完就拉倒了 听到大妈这么说 大爷的回答可谓是教科书一般 咱俩如果聚合在一起 你发 你就是你不打我 就是你不打我 都可以接受 大爷这么一说 大妈非常 大妈非常晚意 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那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争吵 聊到这里 两人基本上相亲 算成功百分之八十了 结果大妈提出的一个问题 让现场气氛 让现场气氛有些改变 那以后假如说是 我要有个病了 有个病渣来住院了 这咋办 那不用提 我就是做大脑 我得给你治病 因为你是我的人 那治病得有钱嘛 那你是开这些钱去了 那我也不能就是马上 我跟你结合在一起 你马上 你结合在一起 你马上就有病了 对不对 那咱们主目的得攒呗 我就说 我跟你结合了 我就相信你 我就让你支配 正常生活是非支配 是吧 喝杯喝杯是有感冒发烧 买点小药 其他的 那都可以攒的 是 可以攒的 是 你的意思是 把工资都交给大姐他支配 是不是这意思 然后 每个月生活 生活完了之后 剩下的钱攒 对呀 你我的钱都攒起来 攒起来到时候攒来 大爷表示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了 那我的所有工资都上交 出去 上交 出去正常生活的花销外 两人的钱都可以存起来 以后有病了干嘛可以使 结果大妈不同意大爷的想法 你住我家就算了 还想算进我的工资 非常支持 只是呢 不被人家考虑考虑 没房子 考虑考虑 没房子我都接受 你们上网的路 我说你还攀我点点工资 你住房子一月还得多钱呢 听到大妈的这些话 大爷不接受了 既然两人走到一起了 还留那个心眼干嘛 你还是没 你还是没把我当一家人 王大妈的这种做法太过计较 让大爷心里非常不爽 对此大妈就认识你 我既然嫁给你了 那你就应该管我 那你就应该管我的生活开销 穿衣吃饭都是你应该花的 对于这种理念 这种理念 大爷表示不能认可 两人过日子还分你我 哦不对 你的是你的 我的还是你的 哪怕就把我这钱攒着 都他拿着等着 有病没用 我都没意见 但是你不能说 我就把我这个攒着 花你的 你那剩下攒 不剩下 假来你又有病了 那我何行呢 对不对 我这三千块钱 三千三百块钱我自己花 我自己攒着 还不行 我不找老板还不行 一听大爷这话 大妈不开心了 我还没嫌弃你没放工资低呢 你跟我在一起养活 我不是应该的吗 你工资低吧 我也没相互顶余 你就把这钱 你就把这钱拿出来 拿出来咱们就生活 你还看还值得我钱呢 就是家汉家汉 全身 吃饭这个理念 我接受了 大妈你工资才一千五 还闲乎人大爷三千多的退休金手 配你不是绰绰有余吗 最后两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大家觉得大爷大妈两人的观点谁对谁错呢 欢迎留言评论 老年人相亲有多直接 画面上的美女是郭大姐 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原因让郭大姐直呼 这也太打击人了 制作视频不易点个赞支持一下 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相亲 今天相亲的是家住长春式的 王家宾王大哥今年 王大哥今年56岁 丧欧月收入5000元 住房60平 这是咱家主卧是吗 您评论这屋主卧 我这屋是孩子 姑娘在这屋 姑娘在这屋 我在小屋 咱们哪边是主卧呀 主卧呀 实际这就是 那咱把主卧给姑娘住了呢 让她空间大一点 这个大人那屋所谓 就是住小点大点的 为了孩子自己委屈点都没事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没事吧 您姑娘多大了 我姑娘24 24了 有对象吗 没有 姑娘是做什么的 她做西点的 王大哥说自己的妻子三年前过世了 留下了她跟姑娘 妻子过世后 王大哥就跟姑娘住在一起 但生活起居平常都是女儿照顾自己 不是女儿照顾自己 脸儿我基本上就是说 好像休息 嗯 特做情话 为啥呀 我用啥 那个半夜十一二点回来 半夜十一二点回来呢 对 咱们是做什么呀现在 我就是主要是送食品 给那个大妹 因为大哥的货车白天现行 所以只能晚上配送 一晚上跑18家送货 这大哥也够能吃苦的了 可是大哥说了 自己可是出了名的能干 嗯 我很出名出名 出名 我出名在哪能干 有时候哥们都不错 他说王哥 他说你怎么挣钱都不要命呢 嗯 只有我有这种感觉 嗯 就是就这么能干 你只 你只要是有活 你是急点 你是什么 都行 就是这种 哎呦一天一宿的 不是叫做常事 我这么能干 我说我也不干 我也困 我也不干 我也困 我也辛苦 我也知道 开车还不安全 没办法 王大哥也说 当时硬了头皮干 是因为妻子得了病 需要钱治病 就答由我姑娘之后 他实际上他比较胖一点 比较胖一点 但不是那么太胖 他个儿挺高 一米六六 可能跟他家庭 他们剪个啥的 都是血压高 摘个啥的 他对性格是不关心 他好生气 他比较就是咱俩走过这头 抽里不碎眼 他就生气了 他就生气了 血压高他怎么花了那么多钱呢 他能说饭就饭呢 好迷惯 他有住院住的多吗 你咋不多呀 他一般住院得住多长时间呢 就是一住一个月半个月的 或者俩人那啥的 再来他也没有医保 他没有医保 他没有单位啥的 或者都自飞 为了给妻子治病 王大哥吃了不少苦 最后妻子还是去世了 妻子去世以后 王大哥一时没有想过再找 可是前几天女儿却劝他 他说打比方法 你觉得呀 咱这步步不小吗 你跟我这阿姨处得挺好 相识的不错 我们之间处得挺好 大伙都满意都高兴 那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我扶你举个例子 爸父亲咱把这个老卖的 叫他那什么胜负 或是怎么进去 他有办法 哎就是说咱换大面去的 就这样王大哥 就这样王大哥决定找找试试 那么王大哥的择偶要求是什么呢 得有点玩的 你比如说我相同爷爷也得相同我 心哥温柔一点的 按照王大哥的要求 按照王大哥的要求 红娘想到了郭长珍郭大姐 郭大姐今年54岁 李月收入1500元 郭大姐的择偶要求 是性格好不酗酒的 不酗酒的 做我标准就是 就是妈有固定收入 现在就三四千块钱 四千块钱 就是够用了俩银 要是没有 要正好身体好 就够用呗 够滑呗 是不是 然后有了房子 人格人品好 暴躁这不行 然后喝大酒的我绝对不行 你虽然吸点盐 少喝点酒 这还可以 有盐园的 想找什么地方呢 我就是说的 我抬头就走一个人 啥不担没有吗 爹妈没有了 孩子也没有 然后那个 哪个都行 一定 妈没要求 哪都行 只要人好 人行 最重要的 这一看郭大姐跟王大哥 都还挺合适的 那么两个人相处的怎么样呢 你好 大姐这是王嘉宾 王大哥 这是郭长人 郭大姐 欢迎你 大爷大叔挺暖和的 购买的 购买的挺好的 是不是大姐 基本现在都可以 到这屋吧 到这屋吧 这是我女儿的屋 你家多到平均 不到60 50 将近59 也真的一样 是 对 你过来大姐 接着是大姐自己看的 不用我就自己看了 自己看了 我上别是啥 我们从所有家 是一家 我是好看好啥 好看好啥 可以可以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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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啥事 我这啥事没有 这是小阳台 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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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阳台 嗯 我没看出来 你今天会尝尝啥 我没吃 你没看我啥呢 这个 这个房子小点 房子大小 起房子大小 其实 就是比如说 如果说你们在一块的 他不能早晚上出家的 他不能一直跟你们在一起 进入三个猪也够住 对不对 你这一波自己起的 大哥很辛苦了 但是不总这样 你总这样的吗 我用啥咱们 对对 人身体没住过 我们吃辛苦 因为两点多 工作需要 这点是挺重要 眼眼有 那么王大哥怎么想的呢 眼眼还可以 但是身高 他都没有一米流 没有一米流 那也就差个一公分 他从二个节都没有一米流 但毕竟大姐大老远来的 直接让人回去也不合适 大哥决定 大哥决定在互相了解了解 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两个人的共同做的事情 一天忙忙碌碌的 有点盈盛 想做啥盈盛呢 我还想跟我姑娘 不是开个店吗 开啥去 要让她对这个 西点这个 她明白也动 她明白也动 这个那更好了 就当大哥说要开个小店大姐也说可以一起拼搏 本来以为两人有戏 可是王大哥突然拉到红娘 拉到一边 今天那此效果 还是不心动 你为什么不心动 就说我丑化着忙的人 我实在是受不了 你看我姑娘也是从来不擦擦摸摸 都不化妆 都不化妆 那么大哥说的化妆问题大姐 是否愿意为了大哥改变呢 为什么我请再一个段化妆的 因为我爱人吧 不化妆 从来不化妆 他化妆我是这么说的 我从小就是 我从小就是愿意穿愿意美 愿意内长愿意干净 这是改进不了我的 我到任何时候 我都就八岁时候 我也这么内长 我也这样气着 怎么在那里抱歉 我就觉得还是不合适 总的说呢 我真抱歉 咱得当个普通朋友处 爱美爱打扮 这是我的爱好 并不是说我不正经 我勾三大四 你不能那么想我 对不对 我 对不对 因为咱是做生意的人 咱们那个年代的人 吃苦耐老子 因为现在条件好了 为啥不自己打不像个样的呢 出来在外有气着 办啥事也像个样 人家瞅得窝囊囊 窝囊囊 人家嘎家就给来一个那个大 那个大 大地雷 属于是吧 打击挺大的 真念 爱美之心 人人人皆有之吧 对不对 你以为是不是以为我 不正经过日子的时候 因为咱们被你了 从苦日子过 我刚才跟他说的 我卖跟他说的 我卖肉卖十多年 我这手都增生了 知道吗 这累的都啥样 我卖服装 我背服装 我这两个大体包 这么大前面后边的 我上他上去 给我上周 可以这么说 我不是我夸我自己 我比你条件好多了 我跟你说 就说你巴家给大地雷 大地雷 大那个大枪子 直接撞窜入我的心肠里了 是不是 巴家大地雷 给我来个炸弹 你在意我的 你说的你没挑啥毛病 你说这我化妆了 然后你就用这一件事 嘎家给我雷 大地雷 大的大的手弹 就是直接砸入我的心肩里去 今天的乡亲就这样结束了 要我说大哥 要我说大哥你也不能按着前妻的影子 去找新老伴啊 一会说大姐不到一米六一会说 你前妻不化妆 你说你不喜欢化妆的 大家都能理解 但是一说前妻不爱化妆的话 就不是那么的话了 大家对爱打扮爱化妆的 郭大姐有什么想说的 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感谢大家观看 但我觉得应该听啥 因为我必须想 今天来乡亲的大妈确实不一般 上来就要求大爷交工资卡 大妈你这是来乡亲的吗 老年乡亲 经济问题永远是主要问题 也是最先要考虑的问题 老年乡亲就是有 老年乡亲就是有这么硬核 今天来乡亲的大爷叫刘大爷 六十岁 汉欧 退休金四千二百元 有自己独立的住房 大爷房子虽然不大 但收拾的非常干净利索 是个持家型的大爷 谈起自己的婚姻 妻子因为生病去世的早 自己既当爹 既当爹又当吗 把自己的两个女儿拉扯大 孩子现在都长大了 成家立业了 他自己年龄也不小了 以前因为孩子不找 现在就要找一个 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了 他的乡亲要求是 年龄在五十四岁上下 最好有退休金的 子女都成家立业的 身体健康的 他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 找一个旗鼓相当的 没什么经济压力 怎么经济压力 可以衣食无忧的过好后半生 同时为了自己的第二春 他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 如新房 见面礼 纪念品 彩礼 万事俱备 只差个新娘了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妈 是否合适她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 叫刘大妈 五十六岁 离异 退休金两千元 与孩子一起住 说起大妈的 说起大妈的前段会音 也是满腹心酸 一言难尽啊 孩子还小时 老公就与别的女人乱搞 因为孩子小 为了孩子 离回又不好 只能把自己的工作都死了 带着丈夫到外地去开店 狗是改不了吃屎的 潜伏又与店员暧昧不情 真让人忍无可忍啊 最后等到孩子也长大了一些 大妈就直接选择离婚 自己带着孩子一起过 后孩子成家生孩子 她就带孙女 现在孙女也长大了 不需要她管了 自己年龄也不小了 所以就要找一个老伴 一起过后半生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爷 是否合适她 是否合适她 两人刚见面 大爷对大妈是很满意 毕竟大妈保养的好 显年轻 打扮也时尚 大妈 对大爷的长相 就不是很满意 这大妈也是外貌协会的 大爷各自矮不说 主要是还有两颗大包牙 大爷又喜欢说话 又喜欢说话 表达欲望很强烈 但那两颗包牙又关不住风 说话经常漏风 谈起个字的兴趣爱好 大妈喜欢旅游 大爷不喝酒不抽烟 大爷不打麻将 就喜欢搞搞文体活动 打打乒乓球 大爷不打麻将 打打乒乓球 大爷不打麻将 就喜欢搞搞文体活动 打打乒乓球 大爷不打麻将 就喜欢搞搞文体活动 打打乒乓球 大爷还趁机在大妈面前录了一首 不过也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因为紧张发挥不是很好 不过这本来就是一种运动方式 放松放松 运动运动就可以了 逛完了公园 两个人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所以大爷就带着大妈到自己家去看看 来到大爷的家 大爷热情介绍自己的家 大妈还没溜 一眼就看到了底 感觉 看到了底 感觉大爷的房子实在太小 也许是以前自己住的房子都是大房子吧 这大妈也是 自己没房子 还嫌弃别人的房子太小 接着大妈又提出 如果相亲成功必须得交工资卡 那我觉得应该通常 可能我必须交 大妈你这是来相亲的吗 这个时代男人必须得交工资卡 得交工资卡 这个时代有这个规定吗 何况现在两人八字还没有一品呢 大爷很汗言 作雷老师精打细算的很 经济问题可是大问题 不会轻易放弃的 所以大爷说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应该讨论的问题 这个问题要在走到一起后再商讨研究 大爷作为教师 脑子清醒的很 也精明的很 最后因为两人各自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只能先从朋友做起 你们怎么看呢 找个老师当老伴好吗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大爷真不一般 刚见面 大妈给大爷打90分 大爷说大妈是自己心上人 这老年相亲就这么开放和时髦 这么直接了当 比年轻人大方和大胆多了 年轻人还扭扭捏捏的 你看老年人多爽快 看中了就直接表白 没有什么弯弯绕绕的 老年相亲真硬核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 给每人准备了洗糖 真是急于招老伴啊 大妈来自农村 为了生计 一直在城里打工 给上高中的学生做饭 照顾老人 春节放假期间就给人做大餐 反正一年到头都让自己处于忙碌中 因为孩子也在外 因为孩子也在外地 不能回来陪大妈 不过大妈也不觉得孤单 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 在大妈做头发的过程中 红娘了解到 大妈是个生活简单的人 除了喜欢收拾 还喜欢看养生的书 这样既可以照顾好自己 又有利于自己的保姆工作 头发做好 头发做好了 大妈带着大家的祝福 在红娘的带领下 去见今天来相亲的大爷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爷能否合适他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叫郑大爷 64岁 离异 退休金2800人 有住房 眼前这位大爷是今天来相亲的主角 大爷是房产局退休的 但是是从干木讲出身的 对生活是个细致的人 什么都会干 做家务 做饭都很在行 也注重生活的品质 吃的喝冷 都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是个生活的好手啊 谈起自己的前妻 真是一言难尽啊 夫妻一起生活二十年都没出去过 后一位前妻去世里干保姆 一个月后就跟着雇主的儿子跑了 而且前妻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 反而污蔑她 她虽然不想离婚 但无奈 离婚 但无奈前妻已经铁定了新药理 没办法 只能放手 也给自己一份平静的生活 后面也找过几个 但都没有成功 毕竟除了自己 还有孩子要管 现在退休了 年龄也大了 孩子们也长大了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老伴一起生活 老伴一起生活 她的乡亲要求是 我就是找 一方面最主要是别比我高 我一米又六十二 她也会 她最高也不能超过一米七 你会还不找 你还不找 你找冰高的呀 一个是自己的二十家夫 这个女的假如 就是长得好看 赖看 长得不不赖 但是她必须她得是本身的 还是她有没有工资 有没有啥 这我都不知道 因然我自己就能养 不抽烟不喝酒 咱们还没有什么爱好 这个饭她必须她得整 俩人干点活或者啥的 这不也就是显得火 那你还想让这方就是有工作 有工作吗 不需要她 而干工作 我都基本上要不让她干 我说是这个 咱们 你两妈都度过晚年了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妈 来相亲的大妈是否合适她 大妈来见大眼 两人刚见面 对彼此感觉都还不错 感觉这些人挺老实的 现在九十分 她还挺好 有点章心 好的缘分都是从第一感觉开始的 第一感觉不错的 后面 后面成功的几率会大很多 毕竟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来到大爷家 把外套一脱 都是红毛衣 本来就都是黑外套 这真是里里外外 两个人都是一样色啊 难得啊 难怪红娘都要打去她 她们穿情侣装了 大爷先带着大妈楼上楼下参观 大爷完全是把大妈当已成的老伴看待 什么规划都是咱俩 这让大妈还是蛮欢喜的 哪个女人不喜欢被重视呢 后面问到大爷的婚姻情况 大爷离异十六年 后面找了两个也分手了 大妈对此就有想法了 怎么能把找的 怎么能把找的对象当儿戏呢 说离就离 说分就分 这感觉太随意了 大爷见大妈有误会 赶紧解释 是因为对方儿子每月问她要钱 她就纳点生活费 哪来那么多钱攻击子的商业楼月工啊 拿不出钱 也只能分手 听了大爷的解释 大妈也就知道 这大爷还是知道自己的实力 能把握自己的生活 不是个容易上当的人 也就放心了 后面大爷又表明自己的态度 对于大妈没有退休金 没关系 自己不抽烟 不喝酒 自己的退休金也够两个人一起生活了 你没有咱们也够活 我吧 我本身没啥 没啥 不抽烟 不喝酒 反正我经常就是溜的 你要不为啥我 我说咱们两千八我够 我不抽烟 我也不喝酒 那那那那 就一个月最 就一个月最水 你得什么 四万五万 在钱台上架我 那就就得随我 我把你包包了 但是别的话咱咱咱都不干 这大爷确实对大妈毕竟满意啊 一上 毕竟满意啊 一上场就先把自己的底 都交代的清清楚楚 生怕大妈看不上他 其实大妈心里是满意的 所以也对大爷说起了自己的情况 大妈现在是在干保姆工作 能够挣到二千七百的工资 如果不做就只有三百元的老年钱 而且也不能说不干了 就可以走人 毕竟也要等对方找到合适的人才能离开 大爷听到干保姆工作就不乐意了 毕竟自己前妻就是因为干保姆走了 多过 两个人才相亲 就算双方觉得合适 也是需要时间了解和准备的 不是马上就 不是马上就能闪婚的 这老年相亲还是蛮时髦的 还知道闪婚 最后两个人留下联系方式 互相多联系 常沟通 两个人一一惜别 那么觉得他们两个能成吗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那你那社保是什么社保现在 但是你知道吗 跟我资了两千 有点小钱跟我来计较 我都必须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大妈 真不一般啊 大爷一上来就问大妈的社保情况 试看大妈待在店里 以为大妈是做店员的 以为大妈是做店员的吧 以为大妈没有单位 没有社保吧 可大妈更牛气啊 一个大男人为了点小钱这么计较 大妈看不上啊 甚至还比是大呀 真是一个比一个牛气啊 一个比一个嚣张啊 老年相亲真有趣啊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叫金大爷 57岁 红娘再次见到大爷 大爷就向红娘抱怨 说自从自己的相亲节目播出后 每天不是电话被打爆 就是有人直接找到单位 单位不准金就硬闯 自己就硬闯 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不过这些甜蜜的打扰还能接受 毕竟觉得这是大家对她的认可 当然除了喜欢她的来打扰她 不喜欢她的对她的评论也不客气 她看到评论区 有些人说她大男子主义 太强势 虽说她嘴上说不生气 虽说她嘴上说不生气 毕竟嘴巴长在别人身上 但她心里还是蛮介意的 不过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就想找一个懂她的老伴 不过 虽然对她不好的评论有一大堆 还是有不少的大妈 却看中了她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 就是看了她的相亲节目 觉得她还不错 觉得她还不错 就给节目组打电话要求相亲的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叫江大妈 说大妈确实不恰当 但这里就统称了 52岁 离经济收入4000元 无住房 眼前这位是今天来相亲的主角 一套标准的职业套装 身材很魔鬼 气质很优雅 高级白领 当然已是老板股东 负责全无定制这块 大妈是别人眼力的事业有成的女强人 同是眼力能战的领导 但在大妈的心里 身为一个女人 一直有个遗憾 没有孩子 没有办法 人就是命吧 确实一个女人 不能当母亲 那是终生的遗憾 大妈虽然当时33岁才结婚 是有点比较晚 但也不至于不能有孩子 为什么就没有孩子呢 原来本就与丈夫没多少感情 是因为她妈妈的逼迫才结婚 因为我父亲去世比较早 我父亲86年就去世了 我妈一个人带着我们 一直就没有在家 就是挺不容易的 我 我不能那个 那个那个 不听我妈的 又是一个被催婚的牺牲点 所以啊 做父母的 对儿女的婚姻 还是不要逼得太紧才好 随之结婚后 才发现丈夫对她隐瞒了 她家族隐瞒了 她家族有遗传病史 结婚之后吧 就发现 她家有家族遗传病史 导致的 我都不能要小孩 我当时跟她结婚的时候 也就是 结婚的时候也就是希望能要小孩 本身吧 结婚的时候就是感情基础 就不是很好嘛 再不能要孩子了 这就导致了她不敢要孩子 她那前夫也真是害人不浅啊 大妈也是太草帅了 没把对方情况完全了解就结婚了 不过也可以早点离婚啊 孩子一起过了上十年 当然也说不清 比较相处久了 日久也就生情了 而且不做母亲 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 毕竟丁克的家庭也不太好 现在也不少 可惜呢是还是没一起过到最后 还是选择了离婚 大妈离婚后 也是很 也是很伤心 很久都不想再去谈感情的事 毕竟感情是最让人伤心的 很难恢复的 直到自己的朋友发生了一件事 我实际上就是说 我都不想再 我都不想再找了 但是爸就去年的时候 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生病了 他也是离婚的 他后期 走的时候基本上是 那几个月都是我在陪着他 真的是很难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现在要 比如说我要活七十岁的话 还有二十多年呢 所以爸当时我就动了点心思 才让大妈动了心思再找一半 毕竟一个人最后的日子 又没儿没女的 没人照顾会很凄乎 正到大妈想要找个老伴的时候 恰巧就看到了大爷的相亲结末 觉得大爷还不错 外形也非常好 然后挺爷们的 真的是 挺有业业 挺有业业 他希望有找一个三观 找一个三观 比较合的人 我觉得这是我想要找的 所以我想试着看一下 接触一下 我这辈子 好像还没找过真正相爱的人 我就想找一个爱人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缘分 我正好需要的时候 你就正好出现 不知道今天来相亲的大爷是否合适他 红娘带着大爷来见大妈 两人刚见面 大妈觉得大那个不是他所想的 我没想到他个子 想到他个子那么不太高 从电视上看你觉得他应该多少 一米八 大概至少得一米七八九九八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大概就一米七二三 身高上有多长是吗 那脸呢是一个长相呢 还好 大爷也觉得大妈不是他理想的 经纪人不太那么理想 他样子双方演员都一般啊 不知接下来是否能改观啊 大爷一上上来就问大妈的社保情况 那你那社保是什么社保现在 大爷你是拽拽的样子 太嚣张了 你看大妈实在做店员 以为大妈没单位买社保吧 还好还好大妈除了正常的社保 还给自己交了商保 就是正常交的社保呀 正常的我有社保 然后我还有商保 就是去骑马的 因为我没有孩子 我将来的话我不能 将来的话我不能给人拖来 大妈知道自己没任何一套 所以就提前为自己做好了各种打算 大妈也因为死就看不上大爷了 还是怕有负担位 但是你知道吗 跟我资金两千的一点小钱 跟我来计较 我的笔师 我的笔师 大妈为你点个赞 你这牛气的样子很讨喜 大爷又问到钱怎么花的问题 虽然大妈以前对红娘说的是一起花 对于两个人生活到一起 就是钱的问题 你觉得你是怎么看 我是觉得吧 既然是两个人的家 就共同成大 我是觉得 怎么说呢 我这辈子 没把钱看太重了 真的 这些 都神爱之物 谁多爱我就多花 少有就少 这些不是神不久 但现在大妈突然改变了想法 认为基本生活由南方 基本生活由南方出现 钱怎么支配好 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但是我是觉得吧 正常的开销的话 就是 还是希望你说我男朋友来吧 因为 有一句话说的不好听 但是人有说也是 加汗加汗 穿鱼吃鱼吃饭吧 比如说有一些大家 和宅娘的 可以不像商量来 这都没有问题 对此 大爷肯定有想法 一块花 他说你 架上架子 又要花大钱 所以 这个人 这个人 还是 不行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夫妻 这个儿 要是结合在一块儿吧 应该是工作在一块儿花 你要是那么 你花 你花 你给我花 我就这个都不成立 大爷认为两人钱 必须放一放一喜欢 而大妈 为什么又会突然改变主意呢 原来是大妈看不上大爷 想要被大爷拒绝 虽然自己会没面子 但男人更需要面子 上午你跟我说 你是认可两个人的工资 认可两个人的工资 放到一起花 那啥几个小时 最后就变了 是不是你没觉得这个人不就是 是 你是故意这么说的 嗯 嗯 我是觉得真的 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让他拒绝我 我爸 然后故意说的这段话 嗯 故意说的这个观点 嗯 其实如果遇到对的人 你还是认可把钱放在一起花的 不管他这么多 他这么少 你这么多 你这么少 对吗 你这么少对吗 是的 我觉得这样 让他拒绝我更好一些吧 你会担心你面子吗 不会呀 男人更有面子 哎 大妈 你真是格局的 到这个时候了 还在替对方考虑 你太温柔善良了 这样善解人意的举动 倒是让大爷脸红脸红了 既然做不成老伴 那就当朋友吧 你们觉得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你找找一个对我的 对我好的人 这就是我的愿望 说多少少的 对于你好 起码说的就不能趋了 就不能趋了你 这钱财呢 那都是生外职务 起码来说 他既然要你 他不得 能一点不负责 让他挣大孙子 是不是啊 我这么心不恨了 心不恨了 真是刘姥姥进大国园 大开眼界啊 演员大妈 相亲不像六四 这黑马是百战百败 不是在被人拒绝的路上 就是在被人拒绝的地方 揪其原因 整得红娘都心疼啊 你自己在家呢吗 你自己在家呢 你有个朋友 有个朋友 七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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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您就是那个主任是吧 主任就好 家里还来朋友了 来领导了 大侠是我们最好的充分 大侠是我们最好的充分 最好的充分 最好的充分 最优秀 啊 叫大侠是吧 大侠 我们社区基地分子 最好 啊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真是城墙上的首位 真是城墙上的首位 高手啊 咱可真是没想到 爸妈这次勇敢一次上台相亲 没想到还几乎藏娇了 而且直接还藏了个主任在家里 红娘刚进门 主任就直接开始认真工作了 这把咱大妈给夸的 直接连大侠都整上了啊 大侠都整上了啊 知道我们今天来是干什么来玩吗 他 优秀 早老头 我爸他给选择选择 你还打官的是吗 对 打官 对 因为他跟我们实领阵非常出名 像个老县小的吧 都成 都称号他古老师 是吗 是 非常优秀的人物 非常 老百姓非常信赖他 唱戏很重要 唱戏 唱戏 是为人出事啊 各个方面 给社区做了很多好事 是吗 都有什么好事啊 有时候我们要是牛大洋 他 他他给前面领的领我们 教我们 嗯 让我们为啥承认他老师呢 他总教我们跳舞 舞蹈也会 是牛大洋也会 他会唱戏 我们哪次出演就是 到表演的时候不是都有的 嗯 就是为咱们社区的 做老多贡献的 做老多贡献的 做老多贡献的文化生活 对文化生活做了很多贡献 咱算是看出来了 大妈这次也是诸葛亮带兵出征 从不打不把握执张 主人也是没有丝毫没有掩饰 直呼自个就是来给大妈 相亲把关的 毕竟人家为社区干了这么多事 人家现在来相亲找对象 主人渔翁渔丝都不能 渔翁渔丝都不能过来啊 不过就凭人家开口说的话 不仅免费教人家唱歌跳舞 而且还热心服务 还真是个实打实的好人啊 头一个月的事情 十万五十天了 八月十八了 快斩业了嘛 眼瞅就斩业了 那天我听说的就是挺突然的 挺突然的 嗯 八月姐她要我上那去 往我说去吧 那我就去了 今天八月十一不抽个堆的嘛 我就买了嘛 我就没那啥 我就十六回来的 八十六回来跟她俩跟她俩上那去的 上老妹那去 就看她她跟她呢 跟她老伴醒 十七代天十八天早上去 说往我去出卖了 她没了 就不大会 我就是跟我老妹家 后不到行 我老妹家开 开那啥 开小卖铺 开小卖店 前后我 没什么呀 我老妹到的前午 就十多分钟吧 再回来找妈妈 就不是什么 就没气的 我怎么留我 谁也没个跟下 那她就没气的 人生有三千体 唯有相思不可疑 本来大妈 本来大妈孤单寂寞了几十年 这心里面就图够难受了 好在还有一个母亲相依为命 哪成想相依为命啊 几十年的老母亲 现在隐语是长辞嫁和稀削 孤陋偏逢连夜语 船池又欲打楼崩 确实是不错的 确实是不容易啊 现在想要开始学习 完了学习呢 农村跑小班 生产队游戏 我就跟他去唱了 那时候上好 这要一千年唱戏多好 找对象也唱戏 完了这一辈子 欢欢乐乐的 不也挺好的 结婚的时候如愿了吗 如愿了 我先头找我那母孩她爸 我十八岁结婚 我十八岁结婚 那时她也唱戏 二十八岁离的婚 过十年 过十年 但结婚年可好了 结婚之后 结婚之后 之后就不好了 结婚之后 美满月子就打我 打嘴巴 看后就打爹去了 看后就打爹去了 一嘴巴就胡爹去了 这头都好掉了 这胳膊爪啊 这顶啊 腿啊 都出血了 这个弟拽我头 我唠我呀 那时候我就发现她 有外边有人呢 有一次我下乡去演出去 她就跟别的女的好了 我有一天我撵她 就撵她帮我一弟起来 下乡啊 我吓坏了 走一咕又就害怕我就回来了 我心里他俩个帮我丢针抓住 打死我咋整 我现在就打我 让我离婚 我那家有俩孩子 舍不得 舍不得嘛 不舍得走 她总要离婚我就不离呀 她习不定家去 那家她三十七那家十七 到底她跟她来过啊 那想孩子想就别提了 孩子过得好不好啊 不好 孩子就是 都不光叫妈 我能引着我都引着 我能引着 那我叫妈呢 她说噓 你要走快打我了 她好妈她 我要是哭 画不你画得 如果我眼睛躺下来 妈妈那心里头我就哭了 她也哭我也哭 心头碎了 她不敢心头那情景吧 你告诉她的妈呀 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妈妈我到时候说不出话了 我嘴就包死了 那时候我就在婚姻上可坎坷 在孩子身上可操心 真是厕所里撑 真是厕所里撑干跳 属实过分啊 大妈从小就跟着西班子东奔西跑 人慢慢张开了工作也长进了 本来以为是个憧憬的爱情 现在已经使尽了幸福的港湾 哪成想确实掉入了贼屋啊 结婚前前附身 结婚后却是动手动脚 家暴出轨 各种丧尽天良的事 都给全部做尽了啊 那些是刘明 我们这几个人呢 这些我们俩刚到一起的时候 好亲密啊 我34 他39 那个时候你们俩刚走到一起的时候 这时候你们俩刚走到一起 这情况倒 这是我们俩最开心的时候 那天上北京 上北京去演出去 跟我们俩上故宫溜达去 我在乡飞 他去晃 他穿着黄上衣服 多老伪了 他心情拉好了 现在多年轻啊 上哪个啊 唱戏歌呢就着像的 一看感情就特别好 唱完戏还要游玩一下 唱西部亚界的舞台 什么西湖啊 杭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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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枢州啊 我们俩上海啊 外坛的都去过 那时照着想起来 累完呢 心情老好了 这是我们俩 到龙泉山庄唱西部 啊龙泉山庄 龙泉山庄 龙泉山庄 大妈和丈夫都是喜剧演员 每天都在台上手牵手搭班 台下又是你能我能难舍难分 就看大妈回忆的时候 脸上洋溢的笑容 那就知道人家指定是 发自肺腑的感到幸福啊 和我一妈 不能不死八成皮 真八成皮 不敢醒 黑天白天 我就从现在没死 我那个黑 我那个黑天就行 他给我跟下人家 你想睡觉没一门 一眨眼睛 没有 我还真死了 所以我就那个患性 到白天吃饭前 哎呀 你现在打麻将去了吧 还一会就回 九点烫到十点 十点烫十一点 烫到下午六 那就是关心 走的饭吃 就是关心走的饭吃 不乱吃 我可受了呢 我一年多二年没长期 你找一个对我的 对我好的人 这就是我的愿望 说多少少的 对着你好 起码说的就不能娶了你 这钱财呢 那都是神外职务 起码来说 他既然要你 他不得 他不得 能一点不负责 这么正大孙子 是不是 我这么心不可能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自打前夫离世后 大妈的回忆起 两人的点点滴滴 总感觉前夫仍 感觉前夫仍然就在眼前 但是 既然现在决定了追求幸福 那就指定要和之前说 8AB了 现在就是想再找了 能好好过日子的啊 外向内向那都不所谓 二人转是爱 二人转是爱好 那我都不记得 因为他这个是职业 就靠这个挣钱 那不说得明白 你今天上沈阳明天上哈尔滨 那不是说三天两天就能回来 那你说我还能跟上去吗 那也不实际 你跟他抄起这个心 这个心 他经常出去 因为差一转嘛 都是有搭档与他 对我多少有点建议 叔叔 喂喂完了我过不去了 那车给我刮了 车刮了 刮了 您建议二人干这个职业吗 那这个年龄呢 他还能翻天覆地啊 哈哈哈哈 不可能的 有联系方式的 相处下去 行 这束鲜花献给你啊 哎 以表我的 以表我的成心 希望长长在今后的日子里 亲密的相复 献给你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不客气 你这结果 我是细织跳舞 哈哈哈哈 我估计他 他吧 爷儿喜欢我的爷儿 但是这个 收入 我没没喜欢 那有个担当 说的 呃 你的工资高 你的工资低 你的工资低 说的跟他好也很正常 跟他好也很正常 说的你不给你很正常 起码来说 你得有个责任感 是出这看呢 还是说 就不往那方面发展呢 不发展 真是央地里 穿老虎 一想一想不到啊 咱可真是没想到 大妈居然还是 咱节目的老丁子户了啊 是前前后后 居然相及的落次 而且次次都是被人家拒绝 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自己是女演员 要经常和男演员 一肢体 和男演员一肢体接触 毕竟女方要有 经济上的保障 男方也想要婚姻上的保障啊 整个红娘都心疼人家啊 男人想法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有年轻 非要找岁数大的呢 画面中的大姐寻找伴侣 声称不考虑年纪大的 也不要财富丰厚的 只求比自己年轻的 而且身体好的 大姐的思想真是颇具前瞻性啊 大姐这话仿佛解锁了 女人心中的小秘密 说出了多少女人对梦想的向往 大姐确实具备这样的实力 瞧瞧她那容貌 细致和身材 谁能相信她已经六十岁了呢 再加上她优越的经济条件 让她优越的经济条件 让多少男人垂涎三尺 大姐现在车子 房子 票子都不学 唯一的遗憾就是差一个哥哥 来出演男主角 和她共度美好时光了 大姐便直接和红娘说起了自己的标准 大姐之前在收看电视节目时 乡中一位明星胡的男嘉宾 她觉得胡大爷相当和她的心意 因此希望红娘能帮忙牵线 促成她们之间的相识 大姐上一秒要找小鲜肉 现在变成老卑鄙 不得不说大姐对灵活的拿捏 大姐对灵活的拿捏 相当到位 小编的脑容量需要缓冲一下 不然容易当即 那我们了解一下胡大爷吧 胡大爷 七十岁 退休金八千元 北京三环内有三套房 大爷曾经营过煤矿 从事过食材开采 涉足房地产行业 并有幸在物流运输业出路头角时 分享了其发展红利 大爷实力不容小区 可谓是多才多艺 在老年乡心界属于抢手获 因此 在红娘搭线下 大姐与胡大爷进行了首次见面 然而 这次相见却出现了一些状况 大爷被眼前这位身姿曼妙的大姐 痴迷其中不能自拔的敬礼 被长相关键为内在的气质 这样的女人可遇而不可求 胡大爷在年轻的时候 可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江湖 她走南闯北去过全国各地 从事过各种买卖 即使是这位见多识广的胡大爷 见到大姐也是直犯迷糊 不能自拔 于是在红娘的介绍下 两人相约来到大姐的家里 相互交谈起来 大爷大谈自己急于寻找伴侣 寻找伴侣 甚至愿全国各地积极相亲 世界干嘛相亲 世界相亲 你看有那朋友介绍的时候 柜里有个女同志 说黑临江还有一个 刚回到北京谁还来的 长春去过六吃 大爷你这是桃花繁多 而大妈则在一旁尴尬不已 面露不悦 原以为 面露不悦 原以为大爷是个专注感情的人 却没想到他的内心竟如此丰富多彩 大爷人才二月以后才走的 然后半年六个月的时间 他说我想了很多很多的琴 有点是可认熟不可认 大爷以为大爷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然而 没想到大爷在结发妻子离世不久 就满世界相亲 大姐对大爷的好感度瞬间跌入谷底 然而两人接下来对话 更是让气氛陷入尴尬 在刚才大姐和胡大爷的相亲交谈中 胡大爷无意间提到了自己过去相亲失败的经历 他表示当时与他相亲的大妈提出 如果结婚的话 胡大爷必须在女房城市里购置房产 而且他还要求胡大爷同意 婚后他的工资全了留给自己的儿子 因为儿子目前没有工作 一听这个要求 胡大爷说 这是拿我当钱包啊 这不扯呢 当面拒绝了 大姐听后 并不认同大爷 我是男人 我不忘你爹 你媳妇的钱 媳妇的钱 给你儿子要有难处 肯定是有难处 他条件好 不需要他妈妈的钱 也认为作为一个男人 花钱不应该这么小戏 这是没把女方的孩子 当成自己孩子的一种表现 大姐的回话是啪啪打脸大爷 大爷对大姐的好感顿时烟消云散 可谓是理想破灭 大姐这是犹如镜花水月 难以捉摸 大爷也说出了对大姐的看法 大爷是你品质高 但是你思想不能那么太高 咱应该成语这个女人确实挺好 但是呢 我们俩的不 我们俩的不是一对云 是啊 大姐的颜值 身材气质 可谓是女人中的极品 简直让人叹没观止 然而 这种级别的女人 往往带有一丝孤傲 让人望而却步 正所谓高山阳指 景航行指 毕竟 有些风景 只能眼观 不可卸完腰 大爷这是 有 大爷这是由初始的激情碰撞 败给了无法调和的观念差异 不过小编觉得大姐一开始就没相中大爷呢 如果大爷比大姐年轻化 还会有所谓的观念差异吗 欢迎评论区说出你的见解 过去的那个老人不都说吗 就是说 佳寒佳寒 勸以吃饭 对吧 厚到一块的 我们谁不欠谁的 我没有义务 完全我去养活你去 我的孩子不是他生的 我的家庭的一草一木 没有他一点付出 今天来乡亲的大爷 今天来乡亲的大爷 可谓是铁弓机中的战斗机 面对漂亮端庄的女嘉宾 大爷直接表示 要想和他好 女方必须往外掏钱 不然他心力不平衡 真是老奶奶钻被窝 把爷整笑了啊 都说子父大爷是普信 那这个大爷就是硬信 又硬又自信 又硬又自信 请老姐们搬好凳子 和东瓜一起看看 这次的大型翻车现场 大爷你好黄大哥是吧 我是红娘孙茜 黄大哥放梁65丧 退休金每月3000家 你走 咱先进去吧 别拍 进屋再拍吧 别人看 你先进去 我先走你们 你们跟我 一见到红娘 黄大哥两条腿 就像装上了风火轮似的 跑起来比兔子还快 咋的大哥 难不成这小区里 还有别的老乡 别的老乡好 这可不行啊 其实我就是不好意思 你们来了 肯定有人见到 都知道了 在传到我女儿那儿 说女儿知道了我不好意思 你相亲连闺女都不知道 到时候不得跟女方干账啊 玩的啊 大哥说了 这次的电视相亲 虽然没有告诉自己的闺女 但闺女 但闺女也支持她再找个伴的 但闺女也支持她再找个伴的 她当时愿意让我再找一个 她也放心 女儿是同意咱们再找老伴 对 只不过是啥呢 就当父亲的就觉得 哎呀这个岁数了 然后还上电视上相亲 就怕姑娘觉得咱有点 嗯 我不好意思 大爷你的担心是不是多余了啊 这节目一不出 别说你不出 别说你闺女和左雷又设置道 就连地球人都知道了 就算搬家都让你无处可搬 大大方方的 没准小区里的老太太就是你的菜 老头进屋后第一件事 就谈起了自己人生的一大汗事 人生的一大汗事 一开始我是学校老师 其实那时候老师挺清贫的 也挺苦的 后来我就调到企业了 改制以后后悔了 我那些个朋友同学 他们在 嗯 还在那个教育界 他们工资都非常高 都六七千 我那个是企业退休的 我就三千 知足吧大爷 你每月退休金三千块 还有房 在老年相亲界 也算是齐雷旺地做教的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了 既然笔下有余了 既然当初选择了就别后悔了 过好现在的生活 比啥都重要 老头说了 自从老伴走后 身边有很多人给他介绍 他每次都因为同一个原因而失败了 我工资太低了 现在 太低了 现在人很现实 有的要求 南方 要给买什么东西 要承担这个承担哪个 他的钱要一分不动 其实我看完了以后 我有的时候我也不理解 而且我也不能接受 工资太低 的确是现在相亲界的瓶颈 但接下来 老头的一番虎狼致辞 相信哪个大姐听了都不会答应 厚到一块的 我们谁不欠谁的 就跨我一个人 一个是不够 就算我挣六千块钱 七千八千 女方也得付出 女方也得付出点钱 我没有义务 完全我去养活你去 我的孩子不是他生的 我的家庭一草一木 没有他一点付出 我们两个厚到一块的 我就去全力以赴 又照顾他 我又全拿资金去养活他 有点不公平 爸呀 你是没睡醒的 还是早上起来喝多了 找个老伴不仅要白白伺候你 还得倒贴钱 人家是图你长了瘦 还是图你说话臭啊 你觉得 大臭啊 你觉得不公平 那还找啥办啊 自了舞的钱带着过呗 那要最公平了 红娘一听这话 心里就有数了 既然你哭穷没有钱 那咱就给你找个有钱的 过去的那个老人不都说吗 就是说 佳汗佳汗 穿椅吃饭 对吧 我就是挣一万块 一万块钱 我也不会让女人一分不付出的 因为感情和生活是两个人 开了一家口腔诊所 从她的这个牙就能瞅出来 大姐主要是负责牙齿修复和美容的 那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学医的吗 就是因为我原来是教师 教英文 教英文 原来是一名余老师 后来我自修的 在哪儿当一名余老师 我原来是在长春就是一百二十一中学 当了几年余老师的吗 四年 四年头 后来 后来因为孩子的出生 公婆身体健康 大姐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 只能放弃了自己的单位 全职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儿子上大学以后 大姐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一二年之前 一二年之前我做过这个留学 国际留学 自己创办了一个朗帝国际 几年之后 大姐又转型和朋友开了家物流园 算我三个同学 我们自己创办了一个物流园 一个物流园 而我们还可以吧 就是说 这个每个人收入个十万 八万的 没有 在干了几年物流园后 大姐又通过自己的努力 靠自学当了一名牙科医生 从以上的这些经历 可以看出 大姐是一个敢想敢做 胆大欣欣的事业型女强人 这型女强人 这一切事业的成功 都离不开丈夫在背后的大力支持 因为我俩是同学 非常好 非常好 因为我们从来也不吵架 大家都挺羡慕我们 正当大姐的事业 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丈夫却发生意外嫁喝唏嘘了 她听不讲 就觉得是不给我 就觉得是不给我扔去了吗 睡觉 然后就一个呼噜就走吧 就极限性的 人生就像是打电话 不是你先挂 就是我先挂 丈夫的粗然离世 对大姐来说 对大姐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晴天霹雳 后来在亲戚和朋友的鼓励下 大姐花了整整六年时间 才慢慢从丈夫去世的阴影里走出来 大姐说了 虽然自己的外表看起来是个女强人 但骨子里依然是一个柔弱的小女人 所以趁着现在还年轻 找一个后世的肩膀 让自己套一套 对未来的婚姻 大姐也是自信满满 她如果真的能够遇到我 她也是很幸福 因为我这个人 这个黄黄面面可以说 这个黄黄面面可以说 这个黄面面可以说 真的很自律的一个人 就是 今天也是非常善良的 那黄大哥会是那个幸福的人吗 两人的见面会擦出咋样的火花呢 在红娘的安排下 两人很快就见了面 你好 你好 请去 再往先正式介绍一下 这位是黄吉宇黄大哥 黄大哥 黄大哥你好 这位是李大姐 我先叫李佳琪 从老头直勾勾的眼神中 可以看出来应该挺像中的 可以 她最起码文明程度是绝对有 呃 呃 呃 长相也可以 属于 中上等人 女人只要长得美 老头看了卖不动腿 但大姐这边就不咋地了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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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之前没见证的想象中 还是有 有差距的 一会想了解什么 跟我说说 啊 了解她的工资情况 嗯 她的收入情况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需要了 演员不够 钞票来凑 钞票来凑 当经完大姐的消费官后 大哥仍然坚守自己的原则 那就是厚到一起生活的双方 谁也不欠谁的 凭什么白养你啊 我就是挣一万块钱 我也不会让女人一分不付出的 感情和生活是两个人共同付出才行 单靠我一个人付出 那不公平 先别拿着一万打比方 先把你的实际的收入情况 跟大姐展示一下吧 看看她能不能接受 我工资低 我才三千块钱 啊 我原先那个在 在学校也是当老师 后来 改行 改行了 随着企业工资 就是退休就这么 得知老头的工资只有三千后 大姐脸色变了 退休就三千不行 太少了 太少了 你再想啊妹妹 整个这一个家庭的话 我发现我们一月的几千块 我们一月的几千块钱呢 又加油又啥的 三千多块钱够吗 根本都不够 老门 就凭大姐的容貌和气质 每月三千块肯定不够花 毕竟经济基础决定幸福的尺度 幸福的尺度 起码的五千以上才可以 退休金 退休金确实是少了 就为男人 咱说如果你要是 这个 光靠退休金 两个人的生活 也就是生活吧 就是我对男方的要求 起码他的这个 月数 得在五千以上 五千以上 在五千以上 老头本想着找个老伴贴补自己 来提高一下生活质量 没料到失与愿违 于是就委婉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就是这个条件 就是如果能够 接受我这个经济条件 我们就共同经营这个 我们两个 这个我们两个的生活 共同付出 这样事儿的呢 我们能走到底能走到长远 大姐也听明白了 老头是坚决不接受 那种靠婚姻改变命运行为的 大爷说了 他之前的老办公子比自己高 还承担着家里的所有开晓 所以他就想找一个 那种至纯至善的美好爱情 至善的美好爱情 他说的话我都听出来了 其实我在这个方面上 我心里有数 我不想跟他去 那个叫那个真儿去争辩 此时的大姐就不乐意了 你不跟我争辩 那我得跟你掰扯一下 做了事 做了十多年的生意 还能没点嘴皮子吗 过去的那个老人不都说吗 就是说 那叫叫什么了 驾汗驾汗穿衣吃饭 对吧 听着大姐和自己格格不入的观点 一旁的黄大哥脸色是越来越 此时的他再也忍不住了 多么幼稚的一句话呀 什么驾汗驾汗穿衣吃饭 那是 那是愚弄人呢 愚弄 男人 我觉得 有些男人觉得这是个道理 可在我这说 可在我这说不通 大爷的思路清晰 立场坚定 家是两个人的 男女平等就应该是AA制 而这边的李大姐也沉不住气了 到底要让这老头知道 自己是什么身家的女人 我 身家的女人 我跟你说就是说 有没有追求我的人啊 就是说 直接就说 你的工资你就拿 拿着用 那么我每个月给你五千块钱 然后呢 其他的就是 你的首饰啊 你喜欢什么买 那是另外算 这个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啥也不用你干 丑丑大爷在一旁的眼神就知道 老头心里那是七个不平 八个不愤的 大爷清楚的知道 今天的相牵也是唱戏的收罗鼓 彻底没戏了 但不甘心的他 仍然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其实有的男人吧 是那种说法说 我养你 我给你多少钱 我不用你做什么活 那都是一时的激动 激情过后 不会永远这么付出的 你什么活也不干 他养了你 他对他妈他也不一定做到 不得不说 大爷说的这话确实很实在 很多人都说了 很多人婚前婚后是两种状态 婚前你是我的小宝贝 婚后就自己去书房睡 相亲进行到这里 现场的气氛已经降到了冰年 老头偷偷给红娘打出暂停的手势 表示不想再继续聊下去了 大姐也觉得这话不投机半句多 两人三观不同难以磨合 第一次和他聊天 第一次和他聊天 就是我们三观最起码不一致 我也感觉到有女士很优秀 她所要求的很实际 但是我们的三观不同 我们可能不能够 不能够走在一起 最后两人在友好的气氛中 了结了这份情缘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了啊 我是爱你们的东方 咱们下期见 默默的